有没有这个就是把它变形 那当然你可以你说你可以自由组合啦 都可以那 重点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你想要把文字 变成像这样子的话 在这里 这里有准备一个有字的 或者是你要拿那个没有字的自己再去打也可以 这里有一个没有字的 这个有没有字的 你可以自己打或者是你拿这个已经有字的 你来试试看看那 这个部分在哪里 一样 这个把它打开一点 在这边 对不对 这有个文字 但是这个已经打散掉了 就是说 文字已经把它打散掉了 你如果本身文字 我们直接拿刚那个没有文字的 你来自己输入看看 我把画面先还给你找到 这个一下 现在其实我们平常在打字的话 字本身字牌可以在编辑 对不对 字本身可以在编辑 那 这样的优点就是说 你可以再重新编辑那个文字 可是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不是你如果说 这个电脑 没有这个字型 就打开就看不到他 所以一般如果说 我们拿去给他印刷 或者是 你不希望人家改 动到文字的话 你可以到文字这边 也有一个叫建立外框 那建立外框 其实他就真正把它打散掉 就变成所谓的 形状 他就不再具有文字的属性了 Photoshop里面也有类似的功能 也有类似功能 只是 那时候我们没有特别讲 因为Photoshop的图 如果他是文字图层 是不是会用一个T字代表 对不对 T字代表 那 今天一样如果那台电脑 没有这个字型 他就警告你 所以Photoshop一样可以按右键 他有一个叫做 一样可以 把它类似像建立外框 这样的动作 这样的话 他就变成所谓的 一般图层 那我把它建立成 这个外框之后 你有发现 结点都跑出来了 结点跑出来之后 你看一下那个工具在哪 异画在这边 你从这边来找 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边有很多 有看到 以前我们用过的 膨胀跟梭容 就是往内梭 如果你要把它拿出来 就在这个地方 稍微分开一下 他就拿出来了 就拿出来了 那 你看一下 如果你 像我们在笔刷 如果你觉得比较大的话 在这上面 跟我们昨天用那个什么 符号有没有一样 符号喷洒气 因为他都会有一个 那个外框范围 就影响的范围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大 你可以把这个稍微 缩小一点 比如说现在是多少 我看一下 35 那我就把它稍微 变小一点 有20 好确定一下 在这个图上面 有没有 进来是比较小 可是我刚没有等比例 所以我只有 调一遍而已 来 来 好 这样这个影响范围 就比较小一点 肯定要试情况 那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些 把它稍微放大一些 那我们回到这边来 如果你需要拿膨胀 是用这个 嘿 这个时候他就像一般的图片一样 有没有 往外膨胀 你也可以用拉的 如果你点在这边一直按 他就会长出去 对不对 长出去 有没有 你就一直按他就会长出去 那如果你用拉的 也可以 因为这是膨胀的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个就是说他把 原本一些 你可能很单纯 你要用这种 节点的方式 把它变得比较 有点像点正图的处理方法 那么一样的 既然你会用这种变形 这个 就会有缩容 所以你可以看 旁边 你可以找 那个字来试看看 如果你要把它缩的 比较里面一点的话 一点 往内缩 一点 往内缩 那 另外像这种的 像这个 像这种 跟这种 这个就会产生 就是那种什么 起角 有时候我们要做那种 冰块 那个冰的那个 结冰的那个效果啊 我可能就在旁边稍微拉一下 拉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 不规则的这样 滴下来 有那种 类似像锯齿状这样子 就会觉得有一些 那种效果出来 有没有 好那我把画面还给你 来试看看 不用说一定要跟 这完成哪一模一样 最主要是你可以试一下 这几个工具 这几个工具 那扭曲的话比较单纯啦 就是你过来 假设像这个1 你像我这边拉太多 转一下 有没有 他会做一个旋转的动作 来 画面还给你 你看这个综合练习这边 这个我们没有讲过的 我们来看看在哪里 我们在Photoshop 你有没有用过一个叫F的那个功能 F啦在图层后面会加一个F的那个叫什么 图层样式 那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你看 常见的一些你看外观的外面右边有没有一个 绘图样式 你记得我们在Photoshop拼图不就从这边来的吗 对不对 拼图不是有从样式里面去载入影像效果你看这里 开启 有没有看到一些很像吧 好 那么 这里面就有一些 比如说你要一个这样 探比的 可能我就点下去就有了 来我们看一下 我先点这个 那 如果说你要有这样的效果 我用的是这个 有没有 浮掉的 你看一下 你会发现他变 你仔细看他事上是有浮起来的 看起来像浮起来 有没有 两个 他是用两个去叠 去产生那个效果 所以 你用这个之后距离从外观上 有没有看得到 他有做笔画有没有 你看这个 点开 这个是特效的 这个 这是阴影的 好 等一下 没有在这边 在这边 你先看一下 那如果你不要的话就用这个 他就还原了 就还原回来 这样还OK吧 你可以先试看看 这里面有很多 那个效果可以 尝试用看看 等于说你把它做好了之后 其实 下次 我就直接这样点下去 就套用进去了 有的会比较慢 如果说他里面做的比较多的话 你看像这个就 慢很多 很恐怖 因为他是针对每一个去做 所以刚刚这个就不适合用在字上面 可以啦 等于说这等于是他内建的一些特效 我们今天如果说你是一般的形状也好 文字也好 假设我是一般的文字 好假设我是一般文字 那么你在套用这个 弯曲里面这些效果的时候 Photoshop也是一样 这些套用这个效果会不会改变他的节点数目 不会 所以当你套用了之后 假设我先套用了 这个 还是字 所以你可以用文字工具 有没有 我是不是可以编辑他 因为他节点数目没有变 可是今天你看 像我们刚刚这里面 如果你去套用 这个浮雕 这个 都还可以 因为他都还是什么 还是字 你看他点下去 我用文字工具 有没有发现 还是可以进来 我们Photoshop也是一样嘛 他用涂层特效之后 那个字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 那么在这边还有一个色票里面有个星空 给各位看一下 星空 在色票这里面有 色票 那预设应该就有在这里 有没有 点下去 等一下 套错边了 套到外框去了 点到这里 套到里面去 有看到了 里面就有点像 好像把字当作 摄着是变那种感觉 有没有 字就变镂空的 就好像填到里面去了 这个是 这个效果 它内建的 所以这个 是不是都还是字 有没有 可以了解的 可是呢 今天如果你做这个动作之后了 弯曲 里面的 后面异化啦 制作阴影 当然这个是可以不用 这个也是 就是 还是保留字 可是你要做异化就很特别 你看 因为异化它会 改变它的什么 改变它的节点 所以如果在文字状态下 我去点到它异化 你会发现不能用 对不对 它是告诉你要先转同外框 因为这个一做了 它本身那个 节点数目就变了 所以你看我们建立外框 你如果这样一拉 没有点到 好文字把它建立外框 好现在建立外框了 我再来拉 扭曲就很单纯 有没有 这个 你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像这里 你说要它下来一点 这样就OK啦 对不对 因为这个节点数变掉了 节点数变掉 所以会有一些不同 会有一些不同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没有